初二回洋家 记得和妈妈一起收看 媳妇的美好时代 当人家媳妇 一定得管住男人的心 管心 管 管心管位 管手管脚 还管钱包 你们谁管钱 谁就是完蛋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点 媳妇的美好时代 好 现在学校开始了 但是要小心 这碱性电池呢 又传出有自爆的意外 这是一名小学生 使用电池之后 拔下来放到一旁 没想到这个点 碱性电池竟然自己爆开 流出白色的电解液 而且是不断冒泡 看起来十分吓人 老师立刻是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同时惊讶地说 简直就是最新的攻击武器 影片中的人不断喊着 好恐怖哦 因为手上这颗碱性电池 竟然自己爆开了 先把电池转进去 转转马达 对 然后一直转一直转 转到我不想玩了 然后这样子拿出来就爆掉了 拿出来就爆了啊 对 放几分钟就爆了 然后爆了之后 那个浆都噴出来了 就噴出来了啊 对啊 小朋友匕首画脚 叙述使用经过 电池刚用完拿出来 竟然自己爆开 仔细看四周有许多白色液体 还继续流出来 一旁的老师也惊呼连连 天啊 太恐怖了 而且还在冒炮呢 还在冒炮呢 恐怖攻击的最新选择 电池会自爆 太瞎了 你有受伤吗 没有 没有啊 就放袋子然后放在桌上了 放在袋子然后桌上自己就爆掉了 看着还在冒炮的电池 老师夸张形容 这简直是最新攻击武器 尤其是当时使用的 还是一名小学生 突然爆炸实在太危险 老师拍下影片PO上网 不过直至截稿之前 电池代理商电话无人接听 无法对电池自爆的意外 解释说明 专期五季节恒高梦柔 热光熊报道